古今俗爱 酒色才戏 色色卷马 爱恨情秀 西城故事 主持 沈西城 莫玉文 今天又轮到我们西城故事 我呼吁一下我们这一百有个城会 是因为花神球场的希望那些粉丝 就拥有狗飞支持一下 沈大哥的路晚上很少出来 心里捉远我们这一百 台越扮越好 祭此风雨飘凌之际 这一百可似压纳不到 继续发声 当然 是有些少离谱的 但也算是这样 希望各位多支持这一百 到底一个台可以维持这么久 是不容易的 今天莫公子有什么要说 我刚刚看完医生 不是那么好 你多说点 真的又要恭喜胡锋收歌 他那个演唱会 这么大阵容 以一个这样的高龄人士来说 搞演唱会 真是不容易 兼计划说 见到他事业爱情两得意 罗兰姐又对他非常好 这是丰盛的晚年 大哥你怎么看呢 有几多人 像修哥 那么幸福 他也叫胡锋收 他的名字告诉你 他继续修炼得来 修哥 他的名字我当然不知道 但是人 他从来没有见过 可以说 没有来往 我不认得他 但是他的名字 他的戏当然看得多了 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但是很多人都告诉我 修哥 人非常好 在这个圈子 没有是非 人缘非常好 很难得 他23岁 就拍戏 现在拍了 将近70年 还可以在舞台那里 把闪闪亮亮的细作 还可以不动作 拐撞来跳舞 唱歌 一年唱几首 还记得歌词 四个比起他 就差得远了 但是修哥能够这样 我觉得以我 肤浅的见解 说错了修哥 不要生气 如果听到这个节目 第一 跟他的私生活 比较正常 第二 他实际上在家要走的 不可以只是坐的 第三 他人缘好 心地好 思想开明 没有计较 所以他没有是非 这几种东西 说得很容易 要做得很难 但是在这个圈里面 好像暂时 包括电视电影圈 都有人说收歌不好的 好像我都没有听过 很多明星 在银幕上 一面正气 背地里 就很多 我听了很多 我听了很多 你知道了 我七十年代 就在电视圈 五六十年代的年轻 十岁左右 跟随了一种灵敏伯伯 就经常穿梭起那些片像电影公司 看一种伯伯和那些明星拍照 都听到 在银幕上的偶像 其实私生那个为人 真的不堪提 总之你看到 不好的多个好的 负面多个正面的 尤其在右派那些 左派的还好 哪叫左右呢 左派当然是国宇长城凤凰 国宇长城凤凰 宇当然是中年新暖 右派不用问了 以邵氏电为代表 两边的明星 无论男女来说 都是左的 好过右的 起码像个人 右派那些 你看到他好美 千佳百名 英俊风流的躺消散 其实看上去 很多人都不是人 不要开名 有些已经过神 我在这个圈 这么久 从小孩到现在 古兴致电都过了 无限的与他 原来那么多人崇拜的电影圈 是这么复杂 是这么黑暗 是这么黑暗 我们一收过 真是逐中清零 真是没有掩护到 好像他这样的男明星 左右派都数不到哪几个 第一 他现在生活很幸福 他不能够叫他大富大贵 但是他很稳定 很多契仔 那些契仔就不是有些人 是人 见面 聊两句就叫人家契仔 那些 那些是多余的 我认为 他真的 当他是契仔 而认他做契野的 真是当他契野 是一种感情 不是口音 我见到很多 电影圈也好 光的照片 哎呀我契仔 不需要几个月 翻面了 收过目 你看看 他契仔之一 四大天王 张柏友 影帝 张家费 真是当他契野 那种感情很黎明 不是假的 为什么 收过有钱 收买他 不是 第一 他的人品 他的处势 令到人家对他一种尊重 真尊重 就对他有一种爱 觉得这个真是 契仔 真的很像自己爸爸 尤其那些 没有了爸爸的艺人 更觉得 收过是他爸爸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在这个香港 畸形的娱乐圈里面 都算是 稀世动物 稀世期真是 不判 就是我这样 我真的没听过一个人 在我面前说 收过不好 其他 太多了 不说名了 说名是得罪人 现在老了 不想得罪人 只是告诉你 好像是收过你一种的名声 绝 以前也很少 以后我想都没有了 九十岁 上到台 我就激起了 令沈大公 唱歌好听过沈大公 行路好过沈大公 头脑清醒过沈大公 人缘好过沈大公 和他没有一样东西 比得上他 他捉大我 有十七年 十六七年 和收过真的没有得比 佩服 唯一一样东西 可能沈大公 会比收过好一点 就是写文章 可能会好过收过 但他没写过 可能会写得好 我也不一定 那你对收过有没有看法呢 阿莫 他跟一般的艺人是很不同的 因为我观察到 你可能说我错了 很多时候电影人 尤其是演艺的人 就很重视过人气的 为了谷电影 为了电视什么什么 很多时候都要找一些匪文 男女关系的东西来说 什么东西 博健报的 但是 都好像那时候 同一时间 那时候 都是传 邪言那些 说那些风头就很厉害 又跟蕭芳芳 又跟哪个 反而收过相对来说 这些匪文的东西 是相对少一点的 他真的好像 令到你进去看电影 可能真的是 因为他的演技 而不是因为他的人气 不是因为这些 他完全没有匪文 不是说不多听见 好像是没有 那你说娱乐圈是不是很少有 娱乐圈是真是这么说的 稀有 稀有 即是 他是一个大戒会中心 那很难 是不是 那很多 那明星 不够修哥这么有名气 都搞到七国这么乱 我也见太多了 只有修哥是没有的 真是很难得的 他的品性 他的品性善良 他的任何 即是这些 就没有话说 所以他很多人尊重他 所以他可以站到现在 那你说 谢盐 有时候不怪得四哥的 太英俊 坐在那里也有女人 撞上来 那老实说 那 什么 多少做到楼下位 是不是 即是四哥坐在那里 年轻的就玉树能攻 他不吵人 人都吵他 那 四哥都算好了 他不会找人笨 有些台湾那些 财色兼修 四哥都不做这些东西的 公公道道 正好就结婚 离婚都是朋友 这个又是影圈小友的 好像他和恩真来了婚 恩真不舒服 他都可以去台湾看他 是吧 和嘉玲都可以去泰国探他 这个迪波 嫁了给亭光 他都可以和他一起喝茶聊天 那这些又不是人人做得到的 谢盐 是吗 你同不同意 大哥除了说他人品之外 即是那种敬业乐业那样东西 收哥就真是 真是他身体力行都出来 他做一些很英俊的男主角又可以 跟着你不知道有没有留意 他做得很少 他那时候两大粤语片的男星合作 和吕琪合作 吕琪导演有一出风月片 叫做才子名花星妈这样的照片 收哥就露两件 吕琪做导演 这些电影必然是吕琪做的 是不是 吕琪是导演 他做导演 他做导演 是的 收哥就给他导演 古装片就是看上 现代时装片就是吕琪 是吕琪 对吗 你说 你说 赌装我们收哥上床 收哥给他导演 但是吕琪就好像有些失职了 好像说动作闪眼 嗯 嗯 接着就好彩有个小鸣鸣 嗯 小鸣鸣就是小鸣鸣 就录三点 嗯 接着就说 收哥你不要那么紧张 你慢慢来 你看我说 欣欣姐 欣欣姐 是一个非常純品的女性 她现在年纪大了 就是女夺影后 她心里面有一个黑影 就是以前拍过这些厌情片 是她那个事 是她的伤 她一提起 她又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看到她 我们不提 是过去的事 怎样 不是自愿 亦是觉得那时候无可来 现在她是一个演技派 很多地方她是和韦英雄都得到影后 所以说 以前的这些影圈是很复杂 而且一个女人要在那里运 真的不容易 即使我迪迪娜都说 协理汉墙 请估她 拍大军阀和许冠文 又说不拍不拍就拍了出来 这样 那导演当然 你有那么好的body 她是想给观众欣赏 当然 基于这样会多卖些钱 就有时 女人来说 有时被人带走去 迪兰姐都这样 但我又觉得这样 在日本人来说 一个女人做明星 她非常美丽的面好 非常性感的body 她又不会觉得这些不捨得 没有什么所谓 这是日本 日本香港人 日本实际上要自己拿钱出来拍那个挣扎 香港呢 拍这个风月片 就很难和日本相提并论 香港的色情片 武装第一名李汉墙 时装第一名女期 是比一般的香港导演高 但是和日本比又没得比 因为日本 无论演员 导演都好妨 你想想 感官世界大导猪这些戏 你香港是什么 你敢拍呢 对吗 大导猪更有趣 她可以找一个女人做主角 肥肥的 你都看上去很舒服 觉得很过人 她还畸形的美台 日本表露无畏 香港呢 有一个导演 早两年拍那部戏 令我很惊喜 但很少人看 我在这里提一提 这位就是陈果先生 她拍那部片 是讲一个女人 来到香港 无以为生 住一只船那里 那个女主角以前没有拍过电影 为了拍那部增肥 一种不漂亮 但你看到之后 你会用刺激 那这些很多人不明白 搞了 有什么好看呢 我说你不懂 这一种 其实呢 日本呢 就发挥到临利尽致 就是一种 不同一般的美感 叫做变态的美感 最擅长的呢 就是谁呢 就是谷奇养一郎 富美子的脚 就是拍个女人的脚 有一个摆耶公有钱 就迷戀一个女人的脚 叫她来画画 她就欣赏她的脚 那她拍个头 这种畸形的变态之美 和这个 它有一种传统的美丽而哀愁 合并为一个日本的传统精神 变态的美 和美丽而悲哀 什么叫美丽而悲哀呢 应化为一个例子 应化开 应化来好化 开的时候很美 借它的时候很悲 所以日本 你要明白日本的文化 一定要知道美丽而悲哀 而我们的川端康城先生 就直接在这种传统 写了美丽而悲哀 美丽而哀愁 而这个谷奇养一郎 又加多一样东西 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变态之美 那这种变态之美 又不是谷奇先生发明的 是他们的老祖宗 叫全镜花 全镜花先生 又拜倒在叶廷四迷的旗下 就将这种女性的变态味 一直来到谷奇养一郎 自然之外 道边唇一的失落园 是吧 甚至很多的作家 包括冬耀 你在他们的小说里面 或多或少 看到一种变态之美 有些小说家 电影的导演章自认为 是主题 有些是旁贾 多数有的 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都吃了鸭片 都给他这些思想感染到 以死亡为美 年轻的时候 现在呢 怕死亡 看到死亡也不知道多害怕 怎么会有美 但问题 日本人是这样 他到某个时候 他觉得要死 就很美丽 举例 是人都知道 戒村 不知戒落山门 是吧 三岁 自杀死了 太宰治 自杀死了 是吧 很多 为什麽呢 他觉得到这个结尾 死了是美丽 包括 三道友 这副寸断空城 中国作家 就很少自杀死了 自杀死呢 就不是他们这样死 是被 迫害而死 就没有说自己去死 因为日本 政府迫你 是他自己要死的 不同的 日本一个很不同的国家 你要有很多人去日本旅行 回到来 我说我不想大光 我去日光 我去湘巾 我说 你这样 我笑一刻问他 小弟 你会不会 你到日本了解他 那些东西很喜欢壽司 唉 他摇头 去吃壽司 去日本不需要 香港在那里吃 你去日本 去看你 香港没有的东西 知道日本的美在哪里 日本的传统在哪里 日本人的性格 那天我看要跳 好了 到时候再说